感恩佛菩萨的大加持,令我今再次清零地狱增广见闻 地狱永远是感觉痛苦阴暗,充满负性磁场 希望大家不要因造业而来到地狱,真的太苦不开言了 马上到第七点,正在审判应拿铃 他还上去看起来很斯文,不知犯何罪,被判官判五百年囤囤完罪 细看原来此拿铃在生时,有一个正是两个故地的情人 他甚至喜好非时非地非气的心 他这三位伴侣正好可以满足他的欲望 他一生只有三个伴侣,此时听见拿铃自我辩护说 为何正是他可免去五百年的暴投注之罪 而我却不能免去五百年的吞投完罪 此时判官说,看骗,原来拿铃要求正是非气行 正是还却他说不要如此做,与理不合 正是只跟他非时非地行 而且正是欲望很低,所以正是的最轻一点,只是会争损不报 一位去决击劝说要不要非气行,又击毁了一些服 拿铃虽没强迫正事,可是万历有两位都有犯这三下邪淫罪 判官说,你有忏悔之心,以及孝顺父母 在公尽忠守法,只是犯了死三下邪淫,所以免去五百年的暴投注 此时拿铃虽无言以对,被拆到大村去同玩地狱,鬼拆一堆那拿铃寄去 那看到自己的情人来到,就马上过去了 其实那只大飞鸟,又他的大腿巴正好可以包住拿铃的圣植器官 他包住之后,下前扯断,拿铃痛苦万分,大声尖叫 由于探过血腥,我无法再看下去了,我走出电台之后 跟判官请调一些关于犯嫌疑的刑犯问题 据判官告知,首先要保持政治正面,实时警惕自己劫生自爱 如逸林嫌疑没行动,即折服一心情 如色情看护,若只折服解受一个心情,付诸行动折服解受一个月 若第二次再罢了诸行,折服解受两个月,以此类推 男女婚协性行为全部都折服解受 具体各啊各啊各啊各不都出分为可贵为三大类 第一,医生只有一个伴侣,而且对发欲望很低 后来跟对发结婚 这类如果不如不怕非时非地非气的境界话 那只会折服报,亦可尽早参生会在宵夜 第二,婚前更有一个伴侣,有非地非时非地非气境界 而且欲望很高,婚前婚后都会折服解受 寿终入地狱暴住五百年,吞同王地狱五百年,如在生时忏悔 力量会比较大些,再加上力确人不法,将功捕捉可免于地狱果报 第三,婚前婚后都鼓乱发情,欲望特别严重 折日过程,醉生梦死的生活,献身绝地折服折兽,寿终入地狱暴同地狱,睡舔船,吞同王等 每个地狱都要最少,受到一万年,似乎具体个案来判断 地狱暴后打入畜生道,有的受鸳鸦暴,有的投身狗,舌等等 现在地狱最多的是第三类,而且地狱比以前过重很多 人间有时限制,现在有第三类,接下来都受地狱射罚 判官继续说,当女婿申领期来时,父亲严际刑罚,环玉及哺乳时亦不能刑罚 否则诊所不报,而且申领期刑罚时会招惹各式各样吞鸡气轨来吸血 每次行后都有吞鸡气轨来亲激庆之人,之后立身体发病及多行眉韵 判官告知,女性向天穿她暴露的阴服,也会折一个心情 因为利益性升起淫灭协淫之心 听了判官之后,我觉得心动念它真的重要呢? 原来冥冥中正有鬼神在妇产经常记录着我们的行为呢? 非常感恩判官重要资讯,透露皆地暂时告别,大悦天下有其中呢? 清庆饭习无地义之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清庆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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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庆饭